由中华传统武术联盟与罗省中华总商会共同主办的年度金龙武术锦标赛 周末在雅凯迪亚市盛大举行 近400多名各族裔武术高手云集 弘扬中华金武文化 八卦掌行义拳 太极拳 红拳 永春 这些来自纽约 明尼苏达 新墨西哥 内华达及湾区等地的近400多名各族裔武术参赛选手 近日云集在南加州雅凯迪亚市 为当地民众展现了一系列中华传统南北派套路拳法 此次由中华传统武术联盟与罗省中华总商会共同主办的年度金龙武术锦标赛 共有200多个武术比赛项目 包括螳螂 披挂 行义 武祖拳 胡找派等中国传统武术派别 以及各种长短兵器比赛 罗省中华总商会主席庄配源介绍 本次锦标赛不仅肩负着在美国弘扬传统中国文化的使命 所得善款还将用于帮助患有间动症的病人及其家庭 为社会贡献一份心力 此外 此次赛事还得到了雅凯迪亚市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副市长郑伯仁表示 希望中华传统武术联盟作为中华武术运动的重要引领人 培养出更多传统武术爱好者及年轻武术选手和初学武术爱好者 一起弘扬中华京武文化 凤凰卫视白亦辰 洛杉矶报道